除了我們有黃山素姬的訪問 我們新聞部的同事其實都做了很多東西 還有其他的創作 為了夢想究竟可以去到多盡呢 這個應該是今年最強的slogan 究竟為了夢想我們可以去到多盡呢 狂母派的宣傳標榜作品是8%的香港電影 因為故事講的是一班熱愛跳舞的香港年輕人 追求理想經歷 場景是香港的小店、公園和公客 包裝的元素是港產片最傻家的動作 以前的港產片我覺得很好看 好看在呢 就算它是爛片 它也很好看 那裡厲害 你看完之後呢 有一種很豐富、很飽滿 你會覺得背後的電影人 會落落很多心機在裡面 被很多的刺激 很多的劇情在裡面 我是很想將這一種這樣的精神 當然我不是說要拍爛片 我將這一種很豐富的劇情的感覺 和這一種充滿佩勁的精神 放在這一套電影裡面 而我覺得街舞其實是一種很好的媒介 去發揮這一種爆炸力 從商業考慮來看 青春跳舞例子片是藍滿戲種 演員不是大明星 導演也是出道不夠十年的年輕人 所以要籌集530萬的成本 創作人和製作人都花了幾年時間去說服投資者 最後拿到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融資212萬 剩下的錢就在台灣一個電影業活動裡面爭取回來 我們在四年前的時候 已經完成了劇本 初步第一個劇本 接著我們就開始去找投資者 其實中間是有差不多 完全是博得取成事的投資者是得了的 但最後都是因為市場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計算問題 最後都是不成事的 直到我們兩年前 我們在台北金融創作會 我們就在一個異鄉 即是在台北 遇到在香港的投資者 那個是Golden Scene的Winnie Winnie也是一個很喜歡看跳舞片的人 他看完我們的表演之後 覺得挺有興趣的 挺好的 我們就看一看 剛才我們遇到很多投資者 他們都說有些風險的 行不行 誰知道Winnie說了一句話 香港人是很壞的 經常都會說外國做到 我又懷疑自己做不做到 不過你知道我的 人家覺得不行的事 我最喜歡做的 嘩 真是 我覺得這句話很帥 創作得到資金 製作成為電影現世 但是對童母派團隊的挑戰 還未完結 作品公認之前 舉辦了一場又一場的宣傳活動 贏取口碑 就是為了爭取票房的成績 除了動作之外 這部港產片也嘗試 在音樂方面開拓相機 這部電影裡面 你聽到的所有音樂 每一句歌詞 每一句歌 每一音符 每一個配樂 都是百分之百香港製作 那這個是我們很值得自豪 就是跳舞電影很值得自豪 就是跳舞電影很值得自豪 還有我們的 Soundtrack 是會推出的 是 香港電影現在就不是 好像很久都未會出 Soundtrack 是 我們在這裡跳舞電影 音樂是很重要的 我們有機會 又很幸運的 我們可以出生長 為了拍好港產片的理想 一群年輕人 用自己的強行去到盡 你又會受到感動 你跳舞的時候 你在這裡笑 不是只是樣子笑 你手腳也笑 你這些人 拍爆 無論怎樣都好 我希望香港人 拼發你們的新命力 一方面為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爭取 第二方面呢 就算你自己不爭取也好 你懂得欣賞 你身邊有東西追求的人 是的 這個就是大膽創作 大家一起心努力 所得出的成果 亦都反映非常之好的一個例子 沒錯 那這個電影訪問呢 我們請我們的同事出來 講一下他的感受 還有做這個訪問的時候 有什麼趣事的 這個時候我們請新聞部的同事 黃絲瓦 給點掌聲 大家好 講一下 講一下究竟 做這個訪問的過程 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其實大家可能剛才也聽到 其實VO差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不是記者 我是新聞部的導演 其實為什麼 會有這個機會去做記者呢 就是多謝公司 給我們多方面用和嘗試去發展 其實人的潛能是無限的 只不過是爭取你去做不做的 所以我們就要挑戰自己去做記者 其實為什麼我對這個狂暴派的訪問呢 其實感受很深 因為我覺得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 是本土 大家很喜歡香港 是很注重本土的創作 然後很多有心人在裡面 在不停努力著 就好像跟我們一樣 就不停地為本土創作而努力著 但是呢 很多時候可能因為很多商業的考慮 或者社會上主流大家主流的口味的影響 所以很多時候本土的商業創作 就不會獲得大家認同 那所以為什麼狂暴派呢 在上映之前呢 我們是幫他們的手很大力地宣傳 我們不是說 因為不是為了新聞部宣傳 因為其實我的朋友就是狂暴派 其中一個編劇來的 有一次跟他喝茶 就說 20個月我有新戲 想狂暴派有一個聽過 然後好像有聽過 電影節那時候好像上過一兩場一樣 然後他說 我有份寫的 記得向大家推介推介 因為呢 這些本地跳舞的題材 大家看過幾隻手指數得了 香港人說 然後他說 如果這一套狂暴派不成功的話 那你也不用指望 香港以後會再有人 去投資拍這類型的電影 但是這類型的電影 只是香港需要未來發展的 就是不是再是那些 影飛片啊 打打殺殺的那些 基本上我們要找回 那些自己有本土精神的創作 去幫助它發展 如果不是香港的 未來創業工業呢 那條路真的很難走 那當然我們就是 然後就是 我們為了幫助訪問 然後不停在社交網站那裡做宣傳 那就是希望大家去支持 這些很有誠意的本土作品 那我記得 狂暴派是8月8號上映的 到了兩個幾月後 今天還在上映著 其實這一個就是 大家香港市民 對本土創作的支持 因為香港電視是香港人的電視台 所以電影的奇蹟 大家在這兩個月來已經創造了 到了現在 電視的奇蹟 可不可以再創作得到呢 我就要問大家一句 為了看香港電視 你們看得多盡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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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頓茶都談得很盡 是啊 都談得很盡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自己電影是出身的人 都看到香港電影和電視的市道 實在是 大家滴了汗 大家都很想求變 正如我們自己的新聞台 做新聞都是求變 要不然我們不會做這些 那麼娛樂的題材 就是當時娛樂版才看到 然後問的就是Cherry &卓琳那些匪文 等等 但是我們嘗試以一個新聞的角度 去探討一些娛樂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們不想做很傳統的新聞 所以我們會不停地嘗試做一些新的題材 多謝你們的嘗試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支持我們 謝謝